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的一个片段 影片中的音乐就是由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行星组曲》里的其中一首 它一共有七个乐章 以七颗行星命名 每个作品都有一个副标题 《行星组曲》被认为是科幻音乐的开端 并影响了后来《星球大战》《异形》等电影配乐 表达了人们对神秘宇宙的好奇和探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乐章《木星欢乐使者》 看看作曲家是如何用声音来为我们描绘出浩瀚的神秘的宇宙太空 作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有三个主题 我们先来听一听第一部分的第一个主题 音乐给我们描绘了什么场面 它是由什么乐器主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听出来了吗? 第一主题的主奏乐器是 元昊 它的音色在同管组中 是比较圆润、安静、荣美的 这段旋律还运用了弦乐 急速、紧凑、重复的节奏型 表现出神秘活跃的星空场景 音乐给我们描绘了一个 隆重、壮观的场面 好像为我们打开了浩瀚宇宙的窗口 作曲家运用的乐队编制也非常庞大 同时加上了新颖的弦乐和声 与配器的技巧 这部作品就成为了一首非常受人们欢迎的通俗名作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展开你的想象 完整的聆听乐曲的第一部分 音乐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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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同学们随着音乐一定联想到了各种各样的丰富画面吧 老师根据自己听到的这段音乐时联想的画面 做成了一个视频 同学们 你们可以看看 和你想的相似吗 同学们怎么样 和你想的一样吗 和你想的一样吗 这配上了音乐的太空 是不是显得无比璀璨呢 同学们 我们知道管弦乐曲使用的乐器包括四个组别 分别是童管组 弦乐组 木管组和打击乐组 在接下来聆听第二主题的时候 请同学们边听边用笔记下你所听到所看到的乐器名称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听到了哪些乐器呢 你们听到了哪些乐器呢 等等 第二主题的旋律在 同管组 木管组和弦乐组 不同的组别乐器中 穿梭演奏 造成忽近忽远忽高忽低 层出不穷的音响效果 正好形象的表现出外太空变幻莫测的样子 再加上打击乐器组 钢片琴 晶莹透亮的声音 形象的表现出太空中可爱活跃的行星形象 下面请同学们赶紧静下心来 用心再来听一遍充分感受那不同音色带给你的不同时空感 中文字幕组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 老师希望同学们多关注乐队使用乐器音色的变化 好 第三个主题是整首曲子情绪最高涨的 音乐是怎么表现的呢 你们看 它是几拍子 三拍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谁的耳朵最灵敏 请同学们边看边听 这一个主题旋律 这一个主题旋律共出现了几次 每一次都有什么变化 这一个主题旋律共出现了几次 得到几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加入了铃骨 接着速度越来越快 除了主旋律外 近处嘹亮的小号声 还有远处透亮的钢片琴 增加了更多想象的色彩 肢体越来越丰富 声音色彩密度加大 最后随着打击乐器的加入 让音乐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仿佛看见无数个大大小小不知名的天体活跃在大太空之中 呈现出一派勃勃声击的景象和宏大气势的太空 接下来我们也来加入到他们的演奏中吧 在这里有两种演奏方式 摇和拍 同学们可以用摇手和拍手来表示 先跟着老师来练习一下吧 好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来一遍 我们加入到乐队当中来吧 先听 做好准备 一 二 三 一 二 请 同学们 学会了吗 接下来的音乐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氛围呢 请欣赏乐曲的第二部分 接下来的音乐 Ministrack 下来的音乐 下来的音乐 中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乐曲的节拍为四三拍 由大提琴主奏的主题旋律 加上同管组奏出和声式的伴奏 让音乐洋溢着庄严典雅的氛围 这段旋律淳朴而宽广 由弦乐组奏出质朴无华 亲切感人 所以称它为欢乐颂歌 让我们一起带着这种情绪 来演唱一下反复记号前的这段旋律吧 同学们 让我们跟着音乐用拉来唱一遍 同学们,这段音乐是不是给我们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呢? 下面,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管弦乐队的现场演奏 你们可以轻声的哼唱,一起加入到乐队的演奏当中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这段旋律,亲切感人,通俗易懂,深受大众的喜爱 你们记住了这个主题吗? 木星欢乐使者经常成为音乐会的演奏曲目 那么今天我们欣赏了木星欢乐使者中的前两个部分 它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的变化再现 同学们可以课后去完整聆听,尽情的在音乐的世界中想象 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部作品 好了,今天我们的欣赏课就上到这里吧!同学们,再见!